主論壇主題是空氣污染與能源轉型 首先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本校 張副校長來為我們致辭 有請張副校長 學院長 副市長 張副縣長 州局長 環保署的代表 環保署的代表 還有所有與會的學者跟學生 大家早 本人代表臺灣大學在這邊歡迎大家 能夠在周末的一早 往這個時間來參加 社科院主辦的本校的風險政策中心 和政法中心所舉辦的臺灣風險社會論 臺灣在過去一段時間其實發生了很多事 這個論壇叫做空氣污染與能源論壇 主辦單位其實告訴我這個報名非常入業 現場的狀況可能還超過報名來參加的人數 民眾對於影響臺灣未來 看自身健康的活動一定是非常感興趣的 這個 今天 剛好離去年7月31號 深夜所發生的這個 高雄一日氣爆 就是剛好 這個 氣爆事件不僅僅炸出高雄 長期以來實化短線的配置問題 其實後續的討論也讓民眾感受到 高雄在為臺灣的經濟企擊發展過程中間 所付出的代價 少些年 高雄的一夜水 飲用水因為污染 讓民眾怯悟 高雄市也為這些其實在過去幾年 投入非常龐大的經濟和成本 近年實化的產業 加上中高 高耗能 高碳排 使得高雄的空氣污染 也到達令人很難以忍受的地球 高雄各級地區目前懸掛各種空無期的畫面 也讓我們感受到 下一代對於未來環境的焦慮 那當然氣爆是一件事 其實臺灣在過去經濟發展中 各種汙染其實都讓臺灣圈子人民付出了不少代價 最近其實兩三天前 我剛好去明明縣 明明縣的副縣長告訴我 雲林的梯恒那個北部居然是臺灣最高指數之一 這讓我相當的吃驚 那不同於氣爆 空氣的流動其實是沒有界限的 某一個地方的汙染可能會逐漸的擴散 影響 甚至到其他沒有汙染的汙染 那今年《商界周刊》的專題報導之後 我們才知道 號稱好山好水的南口 最適合人居 我們號稱水質最好的地方 以前我記得紹興酒的很重 特別出來的 那土裡其實居然是臺灣PM2.5濃度最高的區域之一 空氣的汙染其實已經不只是特定區域 或者特定族群的問題 這應該是臺灣全體應該正式面對的挑戰 怎樣理解這個問題的根據 又該採取什麼樣的對應政策 但在臺灣這個轉型的這個十字路頭上 臺灣應該是個選擇 經濟發展跟環保可能中間一定有個平衡點 這個選擇不光是需要決策者的決心 但政治智慧 更重要的是我們大眾要能夠面對的問題 然後能夠了解的問題 臺灣大學其實有相當多的教授長期透露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邊我就看到詹教授 還有後面的吳教授 甚至前面的謝教授 其實都是長期關心這個問題 那這個大家要一起關心身邊的問題 才能夠採取其中來支持臺灣 遵求永續的生活關係 臺灣這麼小 如果大家一起關心 其實是不容易共同生存的 那今天五月南部六縣市的縣市長 共同宣布禁染深美的這個 還有禁用石油膠的這個政策 希望透過地方自治條例 改善日益惡化的空氣品質 今年六月六日 一群熱心環保人士 以南投獨立的居民 共同發起反空氣污染宣法的大流行 同樣在六月延宕六年的溫減法 就是溫室氣體減量和管理法 正式在立法院通過 這個是在臺灣這個環保法上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程堆 相信田立委一定也參與了不少 這個接下來的七月經濟部能源局 對於臺灣在深能源的宣示再往上調 我們對於這個封地發電 還有這個太陽能發電 其實會逐漸的重視 電葉法的修正也逐漸啟動 這種動作都顯示 不論是中央或者地方 都了解空氣污染 還有背後所牽涉的燃源轉型 是臺灣目前最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確實需要大家坐下來 一起談直去討論 找到最佳的轉型物件 從今天的議程來看 主辦單位其實是非常花心的安排了半天的議程 我們有理院長的開幕演講 理院長在過去多年其實在環境保護上面 在全世界到處演講 針對這個課題有深入的了解 同時也邀請了官學和民間代表一起深入這個議題 深入討論 相信不論是與會的民眾 或者是與會的代表 都可以從對話中進一步了解 最後其實我歡迎大家等一下 所有的聽眾能夠跟與會的代表 做互相深入的互動 我們一起讓臺灣變得更好 也預祝今天會議的成功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面就請理院長 麻煩 謝謝 各位貴賓 各位參加這次大會的朋友 廿二十文字的時間 目前我們面對的問題 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據說在 現在看起來還是非常美好的地球 但是這邊看這個地球 馬上就注意到 這裡面有地圖上的國界 就是跟整個大自然連在一起的 我現在啊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地球 做給人造衛星跑得遠遠的 讓太陽在我們的後面 其實啊 我們居住 人類居住的 只不過是地球上非常薄的一層 這裡面我們有海圈 大溪圈 四目圈 或者是地圈 都在這薄薄的四五十公里面 人類在地球上的發展 或是靠著太陽 跟地球的互動 在過去的二十萬年之內 非常平穩地發展下來 二氧化碳的濃度 也都仿著在二百八十個 匹匹左右 非常穩定的發展下來 是到了最近這一兩百年 尤其是工業革命時候 我們把我們居住的這個環境 開始有很大的改變 改變到現在 我們已經超過了臨界點 跟地球實體系正在往下沉淪 我現在針對的幾件事 跟各位討論一下 第一個 是我們跟太陽之間的關係 長久以來 太陽照射了地球 地球的溫度低 放射的弧外線 進來跟出去的時候 都要平衡的 我剛才說 因為像二氧化碳的 這個溫室氣體 一直非常穩定 二百八十個BPM左右 所以地球的溫度 一直是很穩定 地球上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 Greenhouse gas 我們地表溫度 會是差不多 負十五度左右 但最近 因為溫室氣體 一直在增加 這些氣體 不會吸收可視光線 但是呢 能夠吸收 紅外光 就把它 放射回來 所以我們的溫度 再上升 而這溫度的上升 會帶給我們 非常非常 不好的情況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再回來 等一下 當然 我講到這個 很薄的一層裡面 我們也看到這個環境的破壞 之後 深入度安心的消失 我們吃的食物裡面 有三文之一 三文之一 是靠蜜蜂蝠蝶 花筒抽菌製造 另外的三文之一 麵包啦 這些 都是回料 用回料轉化出來 所以我們每次吃水果 吃麵包 我們知道 三文之一是 使用來的水果 三文之一是蜜蜂帶來的 而隨著這個環境的破壞 蜜蜂消失 或者是我們回料 因為 花式染料 開始不用了 減少的話 我們的食物是被減少的 另外一個 就是剛才提到的 因為能源使用的方式 我們用 花式染料 造成 空氣的汙染 這個汙染 台北還沒有這麼快 還沒有這麼快 但是世界上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是這樣子 有一天 我到北京 我一位老朋友 八十多歲 他跟我一起共進午餐 他說 袁子兄 很抱歉 我 不能夠以願養的日子 來翻譯 可 現在的人這麼說 我的朋友說 你胡說 今天該生業兩天 是我們把空氣弄成這樣子 教授看不到太多 他那時候也說 他二十歲的時候 看到政府的苦敗 我們只剩下國民黨的腐敗 看到財富分敗的不盡 要參加社會主義革命 看到社會主義革命 成功了 社會開始變好 但是後來 變得 皮膚插機拉得更大 政府變得更腐敗 貨帶裡面有點錢 但是換來的是空氣的無人 所以 這位皮膚延長的朋友 他就說 你我是幹什麼呢 我是幹什麼呢 這個疑問呢 是在很多年紀大陸 是常常在想 大家可以看到 大陸因為 老百姓不能承受 這種風景 最近開始有些 政策想法改變 好 我現在 要把問題回歸到 我們使用法式短教 帶來的公式氣體的效應 如果從1900年左右開始 我們的全球中度是一直在上升的 有時候好像 並沒有上升得很快 平的 有時候又上升了 當然這裡面 陽光補照大地之後 這些能量 到底多少被海洋帶走 海流 是會影響 上面去的地球的溫度 你如果海水的溫度 這麼高 都涼了的話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一直贊成的 今天 我們在這裡 2015年 雖然 好幾十年來 我們一直說 需要減少二氧化妝的排放量 不然它溫度會上升 但是我們都沒有做到 今天我們在這裡 20年 20年 在這裡 然後 我們如果不改變 這溫度 會慢慢上升 慢慢上升 上升到這個世紀 會上升 15度以後 這是IPCC好幾年來的研究 的成果 這也是沒有多少疑問的 如果 如果 今年 我們做到最大的努力 在COVID 21 最大的努力 我們還有機會 把溫度的上升 慢慢地拉平 使最後的溫度 是增加到畢業跟目前的兩度 這是我們目前的處境 大家努力做 努力做 努力做 做到 一定會問 我太太常問我 說你在國際上做國際科學 你是會演技師長 這麼努力 你會帶給年輕人 更美好的地球嗎 我說不 我現在努力的地球 是會很糟糕的 他不瞭解 他說你努力 努力的結果 是帶給我們 下一代更糟糕的地球 是啊 如果不努力 地球是更糟更糟 我們不能存活下來的 所以這個選擇 是我們要走到更快的境界 或者是人類不能存活下去 就是說 如果說cool earth 我們努力地球就冷下來 這一點 絕對做不到 今年如果 我們沒有採取行動的話 亞洲C 我們希望 正要超過的 好 我們看看 這個一度C 亞洲C 對地球的環境 到底有多大的影響 左邊的溫度 是從 1986到2005年 唯有基準算 那時候是零度 如果從工業革命前 開始算法 零度在這裡 目前的溫度 就在這裡 其實 2003到2012 已經比工業革命前 上市到 0.8度左右 為什麼大家都講2度呢 IBCC 在2000年 第一次 寫這個 Burning Amber的時候 這裡啊 就是 白色的是好的 沒有問題 銀色變成橘色 紅色 情況越來越糟 越來越糟 這一年一年 大家都提醒 兩度 的時候 這個 最主要的是 Light still Singular event 都是白色的 那實際上 今年去年 到Burning Amber 發現地球其實 比想像的更快 這是 2004年 最新的一戰 地球 確實是 第一 我們想像的嚴重 現在 我們 是在 在這裡 這裡 但是 你如果看極端氣候 我們 在世界上 很多地方都看到 極端氣候帶來的影響 像 加州的 旱災 你看到 Dexus的大水 激度的熱爛 都曬了不少 菲律賓的 這個 有蘭的颱風 但是 我們兩個目的在哪裡呢 我們的目的是 在 兩度C 那兩度C 這裡看 Unique Threatened System 已經是會很糟糕的 就是 脆弱的地方 到了兩度C 的時候 已經是不行了 Extreme Weather Event 也是變得 非常糟糕 你看 一樣 是在 所以 擔心了 但是 如果 我們不努力 會 到 4.5度 這個 4.5度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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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能不能出國下去的 大概 15減量 能夠增加 大家以為 天氣熱 外面上17度 躲在室內 冷氣開來就會好 這個境界可能也會沒有 可能會大量的消失掉 現在 覺得很難過 很頭痛 就是 但是我看在科技科學理事會 後來變成理事長的 這幾年一次在努力 都在努力 跟大家在努力做激素簡單 激素簡單的工作 但是也年輕人的事 是這麼壞嗎 或者是壞到你不能生活 這是兩個選擇 不努力 就為我上場 所以我太太是不諒解的說 你在幹什麼 你努力努力 要把這個理所做更糟糕的地方 不是有辦法 不努力就變更糟 但是我們年輕大的人 在這100年之內 把地球轉成這樣 年輕人是無辜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 這個教育部把學生 把他們用手銬 把他們帶走 是很不安的 所謂年紀大的人 對年輕人是 又有很大的推薦 很大的 的這個 失望 好 我剛才講這個 工作的上升 可以帶來非常糟糕的成果 現在我們今天 全部完全停掉 所有的活動 工作也是會上升的 我們排放的二氧化碳 今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還會在空間中 持續發射 海水的上場 我們不能停 工資的上升 也不能停 只是要努力努力努力到 希望我們兩度 做到兩度 這兩度 這當然 要靠今天 在巴黎招待的 COP21 這個是 英文 Rainable Convention for Climate Change 的第二次 一個 conferential practice 大家記得比較清楚的 所以可能是靠肥定 在靠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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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肯定 其實是 實在是在改變 以前 京都議定書的時候 大概只有三四個國家簽 那時候 很多亞洲國家 比如說 中國就說了 說你們希望國家燒啦 發展啦 輪到我們燒啦 直到我們燒 沒有錢 但是那時候 中國的台灣是平均 1.4公眾 現在已經 超過幾公噸 他變得 他才看到那個景色 他們的二元化碳 習近平跟吳王王握手的時候 說 中國要在2030年 當到peak 美國人很高興 說中立有一個community 但是2030年 社會開始了 不過 中國在面對的 中國的重機污染 這個壓力 比澳大 所以如果要在日本 韓國 跟中國 外長能夠 這是 黃金部長能夠 坐下來看的 這是 污染這個問題 所以今年這個 TOP 31 從我的觀點看 我們要達成什麼呢 我們要達成什麼呢 第一 我們應該有一個 Finding and Global Flaming Agreement 是我們 commit to the 2 degree centibility 這是開會 大家說 好 我們努力 不要讓這個溫度 上升到 比物業的面前 到兩度 如果要做這個 commitment的話 第一個是 我們要有 clear concrete pathway to zero emissions by 2050 27 其實 到了2050年 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 要下降到目前的20% 到2070年 要0排放量 在TOP 21之前 很多國家會要求 做這個計劃 每個國家都希望 提出建議 怎麼樣才能在 2050年 把二氧化碳排放量 減少到目前的20% 到2070年 分成0 這是國際上的計劃 另外一個 一直在爭論的就是 以開發的國家 關注開發中的國家 而這筆錢 一直說 好 要有100億美元 從 過度開發的國家 幫助開發中的國家 使開發中的國家 能夠把責代語保留下來 或者是把教育 尤其是女生的教育 使她們都能夠高中畢業 那麼以後家庭 會被你的校 人口增加 就會慢慢下來 很快就慢慢下來 這個安德文必領大 這個無私文 太大的問題 這個數目 對於我們講是很大的 對大學講是一個大的數目 但是你如果看 人類經濟活動 每年是 這個安德文必領大 1000倍 每年的過環預算 也是幾十倍 幾個出一年人大 最有天我們沒有戰爭 問題 很多問題是 被舉得比較快 另外是 我們要達到 一對地 而且 eliminate indifference 到目前為止 很多 國際間的很多同意 比如說 以前的這個 millenium goal 都要把貧窮的人 減少多少 或者是現在聯合國 正在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這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居然有十七條 十七條裡面 難道 乾淨的人員 國偶 足夠的水 所有的人 足夠的食物 所有的人 是大家不貧窮 是 大家都能接受教育 一條一條的寫法 十七條 但是我們馬上看到 每次我們談到 貧窮的人 要把他拉高的時候 從來沒有談到說 極關富有的人 要把他拉下來 不然的話 富有的人 不拉下來 財富豐費 還是不均的話 貧窮的人拉上來 還是很難做到 而且社會的 因為社會的固平性 社會還是會很大的流行 Pickety 上次在台灣演講的時候 也講到 我們的capital investment 的回饋 是比經濟的成長高 有些人會一直平均下來 平均差距會拉打 所以這些POP 講得很重的話 他講得很重的話 對氣候變化 但是主要是談到 Pickety 朋友 好 我們現在如果 在回到我們的地球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對氧化碳 減少到目前的百分之二點 能量怎麼來 我們走出極大的社會 我們馬上知道 其實一百五十年前 我們開始破裂了太陽 破裂了大自然 你如果看太陽 因為我們的能量是非常大 一個小時內 滑出到地球表面的能量 人類是一年使用的能量 所以我們說 要做低碳社會 主要能量的來源 是太陽 讓那空地 空地發電 都是太陽 給我們的 世界的能量 我在 神經理大老 應該把它總結一下 你看這個問題 第一個 馬上會看到的是 這個是 我從政治的觀景觀 這是一個全球的問題 我們需要的是全球的答案 如果美國做到了 沒有用 大家還是 別的國家排放 沒有用 台灣 也應該貪污起責任 我們努力得非常不夠 別的國家也做到了 但是 如果 全世界沒做到的話 還是無解 所以 這個是一個 一個Global Program 如果要解決全球問題的話 不能像現在的聯合 以組織國家為單位 就在一直在製造 競爭消耗 市場的競爭質消耗 不能這樣 是 全球 可能要 存成一個 全球合眾國 中國 或者是 Mother Earth 一個國家 我們這個citizens 就要轉移 那麼 我們一個組織裡面 就會看到說 整個地球 哪些地方空力比較強 哪些地方可以太陽花天 怎麼樣把全球黏在一起 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 確實是 無解 你的 最後一章 Social Speaking 我們應該承認說 我們的地球已經躁在 所謂開發的國家 是過度開發的國家 我們不能跟著他們走 像現在 如果看到 亞洲 非洲的國家 都是跟著歐美化展的方式 或是步入 騎乘部業進去 他們相信騎乘部業是 帶動電界的火車頭 都這樣一直在 這樣走是走不通的 我們要 找 不一樣的路 如果台灣能夠走出 不一樣的路 不一樣的社會 組織社會架口 可能會 人類走出一條路 另外 總記事的婚姻戴 我們現在平靜在 在 11年之內 太陽 轉化為電 這個技術 會變得便宜到 燃燒 石油 煤 天然氣 產生的電 會比陽光直接轉化更貴 但是現在問題是 陽光轉化為電子 我們還沒有學會 把這個能量儲存 然後超越國界的再用心 如果有一天 這件事情做到 讓我們 台灣的能源 用的是乾淨的能源 但是 台灣 是很不可能 自己島上得到的能源 自己要 足夠的來使用 我們還是能源輸出的國家 但輸出的能源 應該是乾淨的能源 而這 在有一天技術發展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乾淨的能源 分布到全球各地 價格在不同的地方 會不一樣 這現在是我們 一面對的這些困難 我們現在政治上 全球一家人 社會上 我們走的路是不對的 我們也是過度開發 這樣走的路是不對的 技術上還有一些進步 但是 我在這裡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我們 要努力 要努力的是 叫極速減碳 跟全世界一樣 極速減碳 極速減碳 使我們 到 兩度C 這是 不是很快 很近 但是 我們就沒有什麼選擇 這兩度C 除非 我們年輕的一代 說我們要大的改變 到2005年年 人工減半 現在才這樣下降 人工減半 但是可以做得到 社長 年紀大得那麼辛苦一點 人工減半 消耗減半 那就已經是社會之餘了 當然消耗減半 人工減半 社會的主治教會 大的改變 而這改變 我們如果不努力 還是每天每天這樣過 溫度一直一直上升 我想 50年之後 年輕人 燙意 年紀大的 可能不是教育部的 學生 做的那種燙意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真的是 不可收拾的一個體面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我們要做很大的空氣部 是那個產業轉型 或者是淋淋轉型 一定要做到 2050年 非常發達的 然後 之前 2070年 這是我們的責任 基礎在台灣的責任 怎麼做 產業上 每個部門都要努力 去做 人口政策 產業政策 民營政策 都要我們這個幻想 這是全國一切努力才做到 而我們的努力 是第一步 第二步 全世界一起努力 要做到這一點 不然的話 我們對不起 我們的下一代 這一次我 晚上睡不著教育的原因 想努力了這麼久 努力帶給我們下一代的社會 不理想的社會 不在這裡說 我們努力做會怎麼樣 一定要做到 二氧快樂排放量 到2050年 所以 怎麼做 明天就開始努力 各個部門 各個部門來努力 好 謝謝大家